我现在圆某县 这是云南省楚雄一租自治州 下面的一个县 前面是县里的七十站 楚雄一租自治州的州府是楚雄市 距这109公里 从那坐车去楚雄 旁边是县城里的农贸市场 从这打一光 圆马农贸市场 这个县不大 这应该是县里最大的农贸市场 卖糖果的 卖水果的 本地西瓜四块钱一公斤 云南很多地方是论公斤 挑担子的周围都是山 山区挑担子的比较多 云南要省力 卖熟食的 现在是中午了人比较少一点 这边是卖菜的 小时候我家里也是卖菜的嘛 菜市场啊 早上人多呀 因为菜呀很多是当天现摘的嘛 早上菜新鲜 从这边捞到汽车站的 卖调味品的 关渡小锅米线 关渡是属于昆明的 这里居昆明啊 不远呢 圆某昆明 楚雄正好成一个三角形 这里居昆明啊 也是100多公里 这是捞到哪去了 这地方啊 有火车到昆明 但是没有火车到 楚雄啊 断头路 从这边出去 杭州小龙包 全国各地啊 经常见杭州小龙包 汽车站就在那儿了 路站口 买票 圆某到楚雄 一点开 票价38元 座位号9 上车 这有道昆明的车 楚雄一点罚就这趟车 上面写着座号 但是客车啊 一般不用按号座呀 我就坐最后面 一点了 出发 龙川街 龙川河从县城留步 龙川河从县城留步 这就是龙川江湖 龙川河的之旅 这里的气候啊 属于南野辣带甘乐河口气 年平均气温呢 21.5度 冬天呢 也不冷的 基本全年五爽 这么好的气候条件呢 是这里啊 特别适合种瓜葡萄菜 铁路 那是成坤铁路 这边这一条是成坤铁路浮线 这两条线以前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开始这一段沿着龙川江走 开始这一段沿着龙川江走 这里的瓜葡蔬菜种类啊 达到了150多种 冬天呢 也弄种蔬菜 是全国知名的冬枣蔬菜之乡 什么叫冬枣蔬蔬菜 指的是冬天种植 春末和夏初啊 收获的蔬菜 脱离龙川江 哇 吐林 是冬天 小泥 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个乡 虚鱼街乡 这有上车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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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下车的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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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站了下车 坐的还挺累的 现在3点32 坐了两个半小时 出口 在楚雄市可能待两天 欢迎推荐楚雄的美食和美景